055號 周瑞辰 李慧琳 好多喔 公共化很不積極 一間一間蓋 就是追不上家長需求擴大的速度 所以他想出一招新的路徑 就是所謂的準公共化 來準公共化的拖映中心的家長 是可以領到八千塊的補助 公布的時候就是上路的時候 那對保母來講那衝擊太大了 公共化他應該是一個政府 或是我們的國家 他願意承擔起照顧幼兒的一個責任 你叫我媽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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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咧 還要生第二胎喔 你要 為什麼 我媽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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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 Penang 莊子 妙子